那這個螢幕前面,我現在要來一個拋物線 就挖軌X0高喔 好,這是挖軌X0高,大家要看前面 看前面這個,這是拋物線 好,這邊是負7到8 我現在用就是拉遠來看 負7到8,不斷的拉遠來看 這樣是放炸,但我要拉遠 請你們觀察那個,我改顏色好 他好像有顏色 你考慮 好,這樣就不選,我就選 這樣,直色 然後放炸,呃,這樣 這樣 這樣 好,這個是拋物線喔 強調就是拋物線 我的問題是請問負3百 負3百在這 上面有的嗎 有 誰 哪個數字 你們知道我的意思嗎 打學拋物線都說在這 所以我的問題是就是負3百上面有的人 譬如說有,就是 單於9萬 9萬難怪我們知道 現在才800 好,我們來看一下9萬 這是拋物線喔,強調 這是拋物線喔 這是一個拋物線喔 9萬出現了 好,9萬在這裡 然後負3百在這裡 這樣啦 這位上去9萬看得很清楚啊 好 好,這個是拋物線 我現在把它放回來 喔,好累喔 手動 待會我要一個雙曲線 上下的雙曲線 我之前在找他有沒有那種 手動直動按摩 把它可以自己放大縮小 目前還沒有找到 應該沒有人躲不了 好 好 A 就這樣好 上下型的雙曲線 那就-F0 除以9 加Y0 除以4 等於1 好,請問這是一個雙曲線喔 嗯 請問他的前點 誰在看我手機 還沒發現 是0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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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旁正 旁正 好了 就雙曲線囉 現在是復發到10 我又要拉圓來看 然後你們慢慢觀察雙曲線會變成什麼 記得它是雙曲線 漸進線 它是雙曲線 這很好笑 好 好 不要忘記這個是雙曲線 它是這樣喔 上下行 然後不要忘記這是拋物線 容易拋物線 所以這樣應該有感受到 雙曲線跟拋物線是完全不同的東西 雙曲線 你遠遠的看它的時候 它看起來就像是 我們之前說它會越來越像直線 然後我們都相信它是有一點點彎彎的 看不出來 遠遠的看通物線會是這樣 那你真的很遠很遠看拋物線 它可能會是什麼 就是 就是 不會燙燙燙的 不會燙燙的啦 不會燙燙的啦 你說的話你就變了 是不是 它會慢慢變 會比較多 稍微一點 它可以 就是-16 上面是最讓紫色的 然後很可思議吧 我們來想像 這上面有一個紫色喔 這樣的話是256 後面再6個點 改變一個數字 我們不要拉到那裡 所以 有人說 那個 我如果要研究拋物線 我就看一半的雙曲線就好了 這句話 不行 因為它們不一樣東西 一半的雙曲線看起來就像這樣 手還蠻用的彎度的 這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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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半的雙曲線是這樣 那一半的拋物線 它就是變粗粗的這種感覺 衝得很快 好 那 這個是 讓你們有圖形象的感覺 比較知道 這是完全不同的主題 好 幫我開著它 好 幫我開著它 好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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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鬢丟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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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五 等 那 一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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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